表格 总要给它取一个名称 因为到时候我们去定义 像例如说Vlookup 我们查找范围 是不是也会给它一个名称 所以请点选上面这个设计 请点一下设计 有看到吗 现在这个表格 现在油表我落在这边 这个表格名称是什么 这个表格名称是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定义 举例来说我们叫什么 订单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工作表名称叫订单 这个订单工作表里面 我们有一个订单范围 订单表格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好 我就直接取名叫订单 他说什么 此名称已存在 名称必须是唯一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请看公式 名称管理员 这边 这边有人员 有表格一 有订单 有看到吗 这个订单 这个订单所指的 是指 就是我刚刚那个整个的范围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说原本就已经有了在那边 好 所以我们现在 请把这个订单名称改成订单2 就是现在你所定义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格式化为表格 设计 改成订单2 现在的订单跟订单2是一样的内容 那刚刚的订单是怎么产生出来 那是我之前我在做 我在做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范围已经定义叫做订单了